年輕人心裡最大的焦慮 最大的壓力是什麼 我想 啊 焦慮有很多 那 可能房價很高 買不起房子 這是其中之一 也覺得薪資 還需要越來越增加 明年度 公務人員確定會有調薪的可能性 今年5月等於是 第二個如果以新開兩年值 大概是6點多的一個宿籍 希望能夠不低於3% 能夠維持4% 我相信會是一個 持平的狀況來看 有些是地方政府要配合 要配合嗎 要相關的去搭配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 說什麼樣的方式是最好 大家都會有一些期望值啦 但是這個期望值 還是要需要 等到這個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 更廣泛的收集各方意見以後 希望不要低於3%好不好 因為這個畢竟 昨天在人事行政總署的 這個答詢裡面 任市長也說了 他還直接講說 兩年的CPI加起來 大概是5點多 有個委員還跟他講說 任市長你這樣講 會被人家笑 不是這樣成 但是大家心裡面有個底 就是不能低於3%嘛 能夠回歸到 這個這兩年CPI 通通把這個薪資成長都吃掉了 而且是副成長 這個大家是看到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還是讓審議委員會來做最後的建議 我想院長 一般了解我的意思 我們來看除了薪資問題 就是我們的住房政策 還有住房相關的這樣的一個 是否能夠得到國人的支持 甚至是滿意 那我這裡是蔡總統上任時候的住宅三政策 基本上大概全部都跳票 那所謂的跳票 包括我們這樣能夠租屋市場 不要有黑數能夠全面透明化 這個在法制上面一直沒有修整完畢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社宅20萬戶 裡面8萬是這個包租貸管 12萬是要直接新建的部分 那我們又昌這個部長已經上來了 請問現在新建完成的大概有幾戶 這個新建中的大概是7萬多戶 那新建完成的應該 我印象應該是2萬多 新建完成就是2.4萬戶 所以我想部長您今天是比較誠實 過去我們誇次長常常在質詢的時候 都會講說這個加這個加這個加起來 大概達標 我想我們很誠實講 新建完成 完成就是2.4萬戶 不到20% 以12萬戶來講 所以這個蔡總統當時承諾 在今年年底確定是跳票 是做不到的 那我想我們大家也都知道說 我們除了新建完成 還有所謂的新建中 規劃中 然後這個以絕標代開工等等數 所以中整起來好像有12萬 但是沒那麼快 那就回歸到整體就是住房政策 供需之間以國家新建的色彩是不足的 這個是事實 所以部長您才會有其他的這個政策來開始想要調整 我們的居住正義問題 但是我想我要指出 先講六都的住宅價格的走勢 我們看一下哪邊房價漲的最快 那個院長您是高雄人是不是 我是一半 一半台南一半高雄 所以我們看這從2016年到現在 這個房價的這個走勢圖裡面 其實不是台北漲最快 是台南高雄漲最快 所以我想區域上面確實已經有 各地都有這個高房價的問題 所以我們往下看 那個請教部長 您的這個基柱新三建 我們這裡給你的定位 當然是有一點就是說 不是那麼盡如人意 甚至是有撒錢 有買票有畫大餅 怎麼說以第一個來講 三千億的擴大租金補貼 您知道這個是蘇院長任內 三百億 三百億是蘇院長任內 他當時承諾的戶數是多少 您記得嗎 五十萬戶 對 那目前是大概有達到多少 那個是去年的數字 去年的數字是27.7萬戶 27.7萬 那到現在你們這個要擴大化 你們能夠達到五十萬戶嗎 今年因為我們新的政策出來之後 會把過去 因為去年是第一次判 第一次判的時候 的確碰到一些困難 那我們2.0的一個政策 所以要擴大 那你有把握可以做到五十萬戶 有沒有把握做到五十萬戶 我想我們應該可以朝這個目標 應該是可以很接近 你不敢承諾 你也不想立即去回應 因為你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剛剛講第一個租金的這個租市場沒有透明化之外 但這個以擴大租金補貼來講的做法 確實很多地方是沒有辦法達到效果 那講一個例子給部長聽 我們的同仁他想跟他的房東說 我們這個院長 新上來之後 部長有個新政策 他想要來提這樣的一個補貼的申請 房東說可以啊 7月到之後 漲房租 不過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的政策 我們現在的政策不需要房東同意 所以過去 房東也不需要知道 選擇上面很多的房客跟房東之間 就是基於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沒有人敢來拿我們政府的補助 所以27萬戶漲不上去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們要怎麼修改 你覺得怎麼樣可以讓房東不會說 那你不要 我要漲你房租 所以我相信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可以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那個有五大的一個措施 其中一個就是 現在不需要房東的身份證字號 那以前是需要的 所以你必須要去跟房東要這個資訊的時候 房東就會知道說 你要來申請這個補貼 那所以不孝的房東 我要強調不孝的房東 他就會趁機漲價 那我們要杜絕這個不孝房東 趁機漲房租的這個行為 所以現在是不需要房東同意 房東的同意書也跟身份證不需要 但是他如果要成為我們講的公益出租人 其實對房東是有好處的 所以相對來講是 房東們對我們的政策基本上不買單 沒有進入你們講的好的 然後讓他是公益性的方式 來讓更多可以租到房子 所以這是政策上 當時我就一再質疑 為什麼沒有辦法去更大幅度的讓房東們 進入你們的好的遊戲規則 這是要檢討的 那第二個我們也看到 這次新的擴大的租屋補貼 雖然是有善的這個可能性 但是呢也有所謂二房東 也可以去領這個補助的狀況 這個部長您知道這個狀況嗎 我們會把這樣的狀況降到最低 然後我一直在強調 政府的美意不容許有人鑽漏洞 我想這個投機的這個 我們如何預防 如果你剛剛說 我們會去做最後的一個集合 我們要更這個門檻低 更多人進入達到50萬戶 但是如果有人是一個分租的情況之下 一房東二房東三房東 都能夠不拿到房東的身份證 為前提的話 當然有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是 所以我希望我們這一次 因為資源真的有限 要用在真正的弱勢或需要的人身上 特別是年輕人租屋族 學生族 他們對於這個二房東這個 也許不是那麼樣的取巧式的 但是怎麼樣讓他們不觸法 甚至是能夠得到你們的補助 才是關鍵 好不好 這個希望大家來努力 那第二個是房貸補貼 這個也是部長 我說這是不是算買票政策 院長您覺得這是不是買票政策 不是啦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只買一年耶 12年有113114都沒有 那跟委員報告 為什麼只有一年 我們一直在強調 這個是一次性的 是因為過去三年 受疫情影響 這是要幫忙 幫忙中低薪的這些房貸署 我懂 然後你說這個叫支持 不是補助 所以呢 是直接發給他們 是 然後不用來申請 要的 我們到時候是由銀行端 去篩檢過的這個資格 會通知他 通知他 他如果不來申請就沒了 是 我想這個關鍵在於 所以我們即便是我們提供這個政策 必須他同意他要來申請這個 當時您在住都中心 大家問的時候 當時計畫可能不成熟 一開始大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幫這些建商們 把這些這個房貸族的這個撐住呢 讓他們繼續就這樣子高房價 看起來你們評估過 這個跟房價跟建商也一點完全都沒有 評估過 第一個只有55萬戶左右 對不對 因為你是165億 大概55萬或多 已經30萬 那時候要看真正多少人來申請 所以目前並不是把156萬 165億用滿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用完 你是評估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用完 好 如果以後300億時間到了 沒有錢了也會停辦 165億特別預算沒有了也會停辦 終究我剛剛講住宅三件 倒不是這樣子 不然是住宅三件 這兩件如果都是臨時性的預算 超額預算才有的這個 當然我講的傻錢買票有什麼不對 委員跟你報告一下 我講的沒有錯 不是 不是這樣子 因為300億的政策呢 是去年就已經有 那今年繼續 我們評估有需要我們就會編列了 這個不用擔心 院長您說有需要就編列 那我的勞保 多補的部分 您明年準備編1000億 是 那你錢從哪裡來 公務預算 這裡又沒有錢 那裡又沒有錢 公務預算 公務預算 那我們這幾年的 這個歲計剩餘都還不錯 今年也會不錯 所以你確定明年會編1000億 當然 那能夠撐多久 1000億的話 如果按照我們的估計 當然是 大概可以撐個一兩年 再延後三年左右嘛 對 是不是 所以2028到2030 我上次沒有講過 所以我還是語重心長 希望說年輕人的痛 大家看到低薪高房價 未來試在正義裡面 還是要做修法的準備 好不好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許甫 根據印象調查顯示 民眾的最大的缺點就是 缺了點你 缺了點你的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讓社會充滿愛心 讓民眾更加的溫暖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